嘿喲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瑪雅人對上達達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由Hera對上Jordan 那地圖是天梯阿拉伯的地圖 那稍微來講一下 這個瑪雅人 我們快速帶過去文明特性 那瑪雅人一開始村民是 四個人 那所以一開始會卡人口 一定要先去點織布技術 然後先下兩個房子才開始慘村民 所以一開始雖然村民術不會領先 但是一開始就這個織布的優勢在 所以在前期瑪雅在被抓村民的機率會比較少一點 像例如你去蓋房子 或是去玩面搞事的時候 瑪雅有這個第一時間的一個優勢 那瑪雅人除了之外 這個資源永續還會增加15% 像這個肉量啊 這個豬肉其實會慢慢流失 像動物的一些肉 豬肉 鹿肉 還有豬肉都是會慢慢流失的 那瑪雅的這個天性 就可以讓他造成這個 肉量減少速度比較慢一點 所以總體而言 瑪雅在初期 獲取的肉量會比其他文明 大概多100-200左右 我是說這個肉的 腐爛的速度 那就是看自己吃鹿的狀況 還有吃鹿肉的速度是怎麼樣的 那除此之外 這個金礦果樹 這些也是 他也會永續增加15% 所以總體而言 他前期的經濟算是蠻好的 但中歐期這個效果 就會開始慢慢削弱一點 那瑪雅的話 最大特色 是這個工兵 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小弓啊 毛兵 都很便宜 還有這個寶兵 瑪雅與射手 這個價格都非常省 工兵路線是瑪雅的首選 再來是他的金冠 他的金冠有這個老鷹 加40滴血量的一個能力 那老鷹可以到100滴血 算是也算蠻划算的一個選擇 那瑪雅人比較害怕的是步兵 最方出步兵的話 自己也只能出雙手劍兵 那也只有劍勇這個選項 但是還有自己工兵啊 所以如果遇到哥德衛隊的話 可能轉這個大量的裝甲步兵 然後再加上自己的一些 與射手 在後面做輸出 或是直接轉弩砲都可以 那瑪雅的話 其實還有個終極打法 好就是出這個閃兵喔 閃兵再加上銀罐 散彈閃兵效果 打這個哥德衛隊的效果也是不錯的 那這個以後我們有看到 再來講一下 好那我們先來看打打 打打這個文明最特別的能力喔 是這個 訓養的肉類喔 可以增加 100肉 不是100肉 是 就是這個肉 會比較多一點點 大概多50%左右 所以這個文明 算是 前期喔 吃這個豬肉 會比較賺一點 就假如100肉的話 他可以產到150肉 那打打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是有這個高打低的加成傷害 那還有這個馬功喔 很快的速成的一個能力喔 有免費的拇指環 加上這個安息人戰術 所以馬功來說 他算是成型來說 是比較快速一點的 那打打比較有弱點的地方 是這個步兵喔 他步兵只有一防而已 所以千萬不能打步兵喔 但是他又有擊兵喔 所以這個效果 對他來說 擊兵是一個負擔喔 但同時又有擊兵 可以增強一下 對馬的一個抵抗 那整體而言 打打算是各個高手 是比較喜歡的一個文明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經濟配置喔 那目前黑拉這邊的配置是 三木三果 然後就全力吃肉 這邊肉補得蠻多的 這個就是比較高端的配置喔 要去稍微微調一下自己吃肉的人數 因為你有時候殺太多的肉的單位的話 如果不多一點去採的話 會浪費掉 所以就不像我那樣子 直接配四個果 讓大家直接吃四果吃到底 因為這個要稀微微調的話 會造成很多新手上的一些 麻煩喔 那我們就盡量解化這些配置喔 讓大家比較好學一點 好 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下了 這個封建時代 瑪雅這邊是多一吋喔 20批 人口上有一吋的優勢在 好 那這邊還補下了這個 金礦 看來是要來打小弓了 兩人挖金 好 那這邊伐木算是蠻多人的喔 大概9人伐木 那肉這邊你看可以吃很久 一直吃一直爽 吃到肉還有兩百多 所以這邊 打打看起來是 是要來打這個肉馬的 那這邊木頭一點缺 因為他下了雙伐木 雙伐木場的話 木頭會超級缺的 連這個均勻都會很難補下 哇他這個時間應該要先趕快再拉一吋去補均勻喔 哇他這樣第一時間不能出肉馬咧 還是他沒有打肉馬的意思 直接轉戰毛 毛兵 有可能 好 這邊還是有補下均勻 但這個均勻下的時間偏晚 這個蓋好可能 欸會同時好嗎 可能不會喔 可能會稍微delay一下 這個射箭場或是馬舟的時間 那目前看起來是馬舟開喔 但隊友是馬雅人喔 所以不一定 也有可能是直接射箭場 轉毛兵開 比較有邏輯一點 OK那這邊是決定出馬舟 那待會應該還是看到大量工兵 還是會轉出自己的射箭場 那馬舟這邊開局 還是比較能快速攻擊對手的一個方式 好那這邊 Jordan看到對手下馬舟 第一時間就堵下了這長槍兵的生產 直接潛壓 那馬雅這邊是選擇了射箭場開局 射箭場一蓋完馬上就去按了一隻小弓 然後補金補刀第五個人 一級木也點下了 那家裡的村民還在吃肉 肉量還是永續的蠻好的 那這邊稍微清除一下 進攻路線的一個狼 正面為死 好那這邊打打 黑拉應該是已經看到了 對手出弓兵 那通常有人會 心手會問說 欸那封建時代赤豪要出多少隻喔 這個是有點取決於看你有沒有打到東西 如果有打到東西 而且還可以繼續打的話 就可以一直補 大概補到六隻或五隻就差不多了 那通常就是出三隻左右 就總共加原本那一隻嘛 總共四隻刺頭去進攻 給到效果就還不錯了 那如果你一直單出肉馬的話 很有可能會打不到東西喔 最好還是要轉一些射箭場 去防守像這種進攻方式 兩隻槍兵加一隻弓箭手 好那這邊 黑拉這邊是出了三刺頭 三刺頭編對一 那加上自己一隻原本那一隻喔 總共四隻 那這四隻就是有點在試探對手 看對手會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失誤 看對手會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失誤 然後可以殺到一兩村之類的 欸這裡有一村殘血 差點收掉 但長山兵過來沒有要硬打 這邊再過來騷擾 那這邊只要砍到一些村民喔 稍微讓對方收村 讓村民移動來移動去 就有點賺到了 這邊要11隻肉馬了 可以直接被射死 好那 黑拉這邊又繼續補肉馬 那繼續補肉馬的話 可能是要繼續打這個肉馬前進 騷擾 然後家裡補下毛病的一個作戰方式 那他目前可能是覺得自己的肉馬 還可以打到東西喔 所以才繼續出的 這裡又補了兩隻啊 補的數量其實蠻多的 但其實 就是Jodan這邊長山兵一直有在按 所以 並不會 真的能打到太多東西喔 長山兵上個高地戳一下 沒有戳死一隻肉馬 但是這邊沒有控好 直接被戳死一隻 然後還有一隻殘血 好那家裡這邊毛病已經開始在按了 那這邊 黑拉要小心一下 這個弓兵加長山兵的一個 combo 但是還好 目前瑪雅這邊還沒有一級射 有一級射的話就比較難產 攻擊力會很高 好這邊刺猴直接解決掉對方的刺猴 好這邊工兵加老鷹 直接上來輸出一波 馬兵一出來 正面又只能撤退了 感覺目前看起來 黑拉還算是比較主動權的 雖然自己的刺猴也沒打到任何一隻村民 但這幾隻刺猴也拖到非常多時間 讓對方有一些兵在家裡不敢出門 那這邊前面少量的兵 就可以用少量的毛病去防守住 那這邊還可以考慮做一個攔截 但這邊攔截可能 會損失有點慘重 因為 雙長槍兵這樣硬戳上來 他可能會被戳爆喔 你看 哇 直接被戳死一隻了 但第一時間工兵想拉走 拉不掉 長槍兵沒有第一時間輸出 OK 再戳掉一隻 肉馬 哇 兩隻肉馬換掉 這波包夾黑拉打得還是不錯的 我以為這長槍兵會戳爆他的肉馬 結果沒有 我覺得應該只剩下兩隻而已 居然還多活兩隻下來 好 這邊進行一個博弈 射掉兩隻肉馬 工兵被換到三隻 但是這裡有一些鷹刺猴 鷹刺猴打毛兵無雙 那這邊要打鷹刺猴 他只能靠肉馬 但肉馬不敢上前 上前的話他會被弓兵射 那這邊毛兵已經往前了 所以這邊刺猴可以往前 直接修個操作 這邊操作看起來不錯 毛兵專注打弓兵 弓兵直接被收掉 肉馬專注打刺猴 完美 哇 黑拉這波解的很棒啊 而且還佔了一個高地優勢 兩邊都是在高地互打 所以沒有這個 真減傷的問題 那打打這邊出的兵算是非常多的 那瑪雅這邊現在要打贏對手 這些單位的話 自己的鷹刺猴要更多 那工兵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 因為這邊如果再繼續出工兵會有點難打 因為工兵會被這個戰毛 這個毛兵直接換掉一隻手 一直換一隻手 小心小心 唉唷這邊要打進來了 王之鷹刺猴直接無雙 工兵這邊可能要全部死去 出來就直接被剪掉 好這邊再專心打工兵 工兵一直快速倒地 剪塔快好了 好那黑拉這邊有點賺到東西囉 因為他這邊軍力不夠 一定要被迫插下一座塔 才可以防住這塊主金 那花掉一百多石頭 讓他到城堡時代 開提西負有點困難 那黑拉這邊直接買賣一波 上城堡時代 欸這邊黑拉是賣掉石頭了是不是 有應該是賣掉 很快他這個時間可以上城堡 OK瑪雅這邊也點下城堡時代 這裡伐木場應該可以撐一段時間 毛兵數量其實沒有到非常多 五隻而已喔 可以稍微撐一下 村民可以讓他被他打 後面這邊要更多兵要補過來 守下來比較好 目前看起來要先集火掉第一隻 殘血先集火掉 集火掉兩隻之後 這邊應該就可以開始無雙 工兵就可以撤退了 好讓鷹刺猴去打就好了 工兵稍微控 讓鷹刺猴自己無雙 好第一時間 這邊只要控好自己的工兵就可以了 喔這邊直接上前硬點 直接收村 贏刺猴跟刺猴誤打 好這邊先戳掉兩隻血量比較低的刺猴 那這邊刺猴剩一隻就打不贏 那這邊贏刺猴就可以無雙了 OK劇本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完美 好那這邊點下了品種 血量來到了65滴血的刺猴 好 喔這邊要殺一村 NICE 黑拉這邊率先拿到手上 但因此手數量蠻多的 這邊要把對手逼退一下 好黑拉這邊點下了一級攻 這邊是要打草原騎兵欸 喔打打打草原騎兵 很特別 通常草原騎兵打得好的 都是這個蒙古 跟庫曼喔 那打打出草原騎兵 算是有點硬要的感覺 因為他很怕箭矢 你看 雖然以前更怕喔 最早期的版本草原騎兵是不怕箭矢 那我記得有一次大小弱 防禦力更長 他現在防禦好像比較正常 有多一防 但多這一防還是蠻怕箭矢 因為基本上騎士是二防 但他這邊只多一防 其實也沒多到太多的感覺 好工兵直接變成奴兵 直接射十一隻 那草原騎兵打 鷹刺頭效果是不錯的 因為造價便宜 然後血量又多 而且又一格的射程 所以鷹刺頭跟草原騎兵互打 我覺得是鷹刺頭會輸的 看一下這一波 第一時間沒有回頭差 哇 瞬間插死一隻 好 但這邊工兵已經上了高地 這邊只有草原騎兵 其實要防守有點困難 這邊瑪雅率先拿到了山村的傷害 但是後面有很多草原騎兵想要包操 這邊頭車直接硬砸一波 沒砸到 砸了一發 應該中了 唉唷 全部殘血 好 草原騎兵上去再繼續硬都 哇 這裡有一隻村民卡到草原騎兵的進攻 但是還是弄掉非常多的一個奴兵單位 這邊草原騎兵直接上來都 都村民都得很快 但是三女過來 開始要來著想 好 幫我們一下 應該是找到了 OK 找到 不打 這隻去追就可以了 好 可以家裡的內患解掉 但第二波草原騎兵的公司又要來了 目前打打家裡看起來的經濟算是還不錯的 雖然沒有開出TC來 但至少自己的異級木異級農都有點 而且黃金樹也蠻多的 打一個偏強軍事 是 因為這個打打出草原騎兵的關係 所以經濟上並沒有太慘 數量還是蠻多 但是這邊一直有點在白給的狀況 唉唷 直接砸死一隻弓兵 唉唷 又有一隻 直接賺90斤 賺爛了 可以勝利來招一下 那這波進攻看起來是有點難打的 好 先把這個勝利頭死 唉唷 呵呵 很準 OK 草原騎兵 唉唷 很危險很危險 哇 出第二台圖子車喔 打這麼兇喔 OK 打打這邊點下了二級 不是二級啊 這個耕種技術 增加一下草原騎兵的跑速 好 這邊第一時間上來 直接把勝利直接戳掉 找走了一隻 草原騎兵 那草原騎兵 其實被找走沒那麼傷喔 因為畢竟草原騎兵的造價 非常的便宜 那一隻造價只要40斤而已喔 我怎麼記得草原騎兵一出來的時候 都是30斤 現在好像有稍微上頭 以前那個體質30斤真的太神了 好 那這邊本來想用村民去扁頭子車 但是看到後面有這個草原騎兵喔 果斷拉回家 草原騎兵繼續想要把這裡睹一個洞出來 嘟 嘟 等一下 我可以渡掉一棟房子 鑽25目 好 瑪雅這個射箭場可能要被拆掉了 這邊是想要去抓生旅 但是裡面卻沒有生旅 只有少量的工兵跟村民 還有這個料望台在射 沒有彈道學 還是有點歪 還在研發中 好 草原騎兵繼續騷擾 但對方滿眼睛3TC了 打打這邊強軍師的關係喔 所以只有單TC而已 怎麼感覺頭子車出的有點拖啊 出到第四台第五台都要出了 難道這個是單軍師 單TC強軍師一波嗎 喔 直接蓋寶 TC喔 還不是寶 哇 工兵這邊出門 會直接抓包嗎 火車第一時間沒有炸 炸一發 OK 應該再一發就極限 哇 沒有射到 然後這一波出門被抓 被抓包 直接大量的草原騎兵上來想要解 看他這一波的交換 兩邊的一個血量掉誰掉比較快 哇 奴兵解掉得非常快 草原騎兵拿到了一個優勢 數量夠多的關係 所以造成工兵大量傷害 草原騎兵打工兵術是非常好的 但是也很害怕箭矢 OK 數量不夠多 直接被吃掉 這一波瑪雅有點尷尬 主力奴兵也送掉 這一波直接來蓋TC 蓋TC這邊只用城堡反制 但是這裡有投石車 你投石車 會讓你眼睜睜看著你蓋起來嗎 我覺得是不會的 後車要是硬砸這邊村民就完蛋了 哇 這邊蓋不起來 道特寶 這裡要硬砸嗎 哇 這裡射爆GG了 草原騎兵上來印都 村民還在硬蓋城堡 城堡可能會蓋不起來90% 要來誰100了嗎 哇 村民樹 狂死 好 硬蓋好這個城堡 這邊殺了非常多村民 達達殺了20村 村民樹來到55打603村 這一波雖然 瑪雅損失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至少也沒有落後非常多 村民樹大概還在10村以內 由於達達是單TC的關係 所以村民樹沒有拉得非常遠 好 那本來這個TC是要去秀對手的 那有人會說為什麼這裡會一隻羊 這裡一隻羊是因為 達達的TC只要一蓋好 就會給一隻羊 我怎麼記得是兩隻啊 改版了 變成一隻喔 還是有一隻被射掉了 應該是兩隻喔 看一下這個 喔對 兩隻沒錯 但是通常你城堡時代也不會去死羊 但是高潮也是會啦 我自己個人是不會 那這個羊呢可以稍微補足一下 打打這個城堡時代的一個經濟 好 那這邊瑪雅轉出了瑪雅羽射手 魚射手的優勢喔 就是這個跑速快喔 血量多一點 但缺點是這個攻擊力喔 稍微差了一點 比一般的奴兵喔 傷害差了一點 所以打遊俠之類的騎兵單位會比較難打 但對於打草原騎兵來說 效果還是可以的喔 畢竟可以打帶跑 跑射來說的話 對抗草原騎兵算是比較好對抗一點 好 比奴兵好一點 因為奴兵只能站著 站著射A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石牆 好 應該可以遭到 但是自己要死 欸 沒有遭到 差一下欸 好可惜喔 直接找兩隻 有一隻草原騎兵過來救 好 正面這邊草原騎兵直接上了印都 結果魚射手還是被毒爆 數量不夠多 想秀操作也秀不起來 草原騎兵打瑪雅好像還是蠻好用的 OK 那草原騎兵的話其實比較不怕生女喔 因為生女就算招到也只招到40斤喔 騎士的話一隻是75斤喔 所以你就算被招走一隻也損失40斤 並沒有到75斤這麼嚴重 所以整體而言 打打這種草原騎兵的文明來說 如果遇到對方出生女的狀況 直接出草原騎兵是蠻賺的 OK 打打這邊點下輪軸技術 2級伐木待會也要點了 收人技術2級農牌沒有點 開毒 毒 再毒 再毒 哇 魚射手很慘 又被毒爆 數量不夠多就出門就會這樣子喔 很難秀操作 基本上是秀不了的 那這邊瑪雅的一個狀況 就是要趕快把這個2級農 跟這個 魚射手的數量給農起來 現在我單刀血的情況下 應該第一目標 是3TC全力運轉 然後魚射手一直爆 對這個瑪雅會更好一點 那他這邊農田其實已經快要枯竭了 我覺得這時候點2級農會比較好 你看這都剩100多肉了 2級農現在點穩鑽不虧喔 好像什麼虎師詐騙的標語 穩鑽不虧 每千5分鐘 現鑽百萬 你也可以 這種智商稅的標題 穩鑽不虧 2級農該點了吧 好 魚射手 數量只有6隻 還是蠻少的 但是這裡有挖石頭 有挖石頭應該還是要繼續蓋城堡 那這個城堡位置可能會蓋這個位置喔 直接蓋這個大金 還有這個石頭位置都可以鎖得到 不然就是左邊這個位置喔 再插一個寶 但插這個寶的話 這個金就守不住了 所以這個插金礦的位置喔 還是要思考一下的 欸 這邊怎麼 TC蓋蓋都不蓋了 好 這邊魚射手 稍微抓到對方一個草原騎兵的位置 更多的草原騎兵過來救一下 開始輸出 超強一下 蓋城門 哇 這一波秀得不錯 但第一時間還是被戳死的第一次村民 這裡有更多村民可能要被逼走 這裡要蓋城門了嗎 將來包住對手的草原騎兵 OK 草原騎兵沒有想要跑了 第一時間來戳村民 能戳多少隻算多少隻 這裡還有一隻可以戳 殘血的 欸 NICE 哇 這邊換到山村其實沒有那麼虧了 那這邊 黑拉這邊4TC 開始高速運轉的關係 村民已經反超了JORDAN JORDAN這邊村民樹只有87村 不能再多 還可以再多 還可以再多 好 那 黑拉這邊是121村了 村民樹已經快要達標了 帝龍時代的村民樹 他的經濟好像不值 這是幾TC 4TC 沒錯 好 那第三個TC 第四個TC 看要不要趕快補一下 好 結果第三個城堡蓋在這個位置 都偏後面 那這種偏後面的城堡蓋法 就是有點想要表示自己 要去多點自己寶兵的概念 因為城堡蓋越後面 越不能被拆掉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這也是個細節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城堡是往外蓋 但是如果你要出寶兵的情況下 城堡是不能減少的 一減少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寶兵出兵的效率不好 很容易斷兵 然後就出大事 好 那達達這邊轉出了自己的雀靴 雀靴是一個 滿CP值很高的一個單位 他基本上跟草原騎兵的造價是差不多的 但是雀靴還可以搶黃金 因為他的造價是60肉 40斤 草原騎兵也是40斤 肉應該是65 還是70肉 應該是70肉 所以草原騎兵其實是滿貴的 但雀靴是40斤又60肉 非常省 但是攻擊力少一 以射程 但是遠防多一喔 他的防御是非常高的 跟一般騎士沒什麼兩樣 所以到了地龍時代 如果雀靴也可以大量生產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馬功 這是非常難守的一件事情 這邊就算被招想也沒有覺得很傷 原來只有40斤而已 直接搓死生鯉 直接搓死生鯉 好 雀靴這邊要再繼續打嗎 好 再搓死一隻 哇 雀靴直接在你家逛街 但是雨射手也跑到了 黑拉家附近的農田處 這一波雨射手開始有點難產了 把這個過來偵查一下送一下 好 法學補一下 三級射也補好了 瑪雅這邊地方實在已經好了 敬略雨射手還沒有點 支援一點稍微不夠 但這一波雀靴繫繞了蠻久的 好 這邊是站崗模式 直接被戳掉 好 這裡這一波雨射手 看到城堡稍微撤退了 手推車 三級鎧甲也補了 好 這邊雨射手射個一波 好 先收掉第一隻 雀靴 第二隻倒下 這邊要繼續閃射嗎 但是可能被貼上了就有點難閃射了 這邊想要再包夾一下 這邊稍微抖動 稍微吸引一下禁止傷害 好 這邊開始射別隻 再去補傷害 這邊有個包夾非常完美 直接包抄完畢 OK 那這邊雨射手應該要全面倒地了 這邊雀靴打這些單位 還可以強到一些黃金 好 那這邊還點下鐵木耳工程術 鐵木耳工程術點下之後 確實可以解放火焰駱駝 火焰駝駝是打騎兵單位 跟大象有高額的傷害 而且是範圍的 就是把他想成地上的自爆兵就好 另外這個效果呢 可以增加巨型投石機的二射程 所以他可以在一些比較高地的位置 把射程給架起來 像這個位置加這個位置應該是沒問題 18射程 那他就可以拿到一個高地優勢 去砸對方的巨型投石機或是城堡 都可以 那這個能力喔 也可以讓他打火炮有一定的優勢在 所以鐵木耳工程術 算是取代了他的火炮的一個劣勢 因為打打是沒有火炮的 基本上把這個巨型投石機打火炮來用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這邊施護甲待會應該是要點下了 那施護甲的話可以增加草原騎兵跟馬弓 還有輕騎兵的一個遠防跟近防 算是非常硬的一個能力 OK 三巨頭開丟 射程真的很遠耶 19射程 三巨頭 好 單滴使用來修 修的村民要夠多超可能救的回來 這邊是巨頭了 感覺在一輪 欸 修的回來 WOW 這邊有點這個防禦喔 城堡的防禦力 所以沒那麼好拆 急兵上來直接硬戳 確確不敢上去硬打 急兵傷害很高 好 兩台巨頭被戳掉 哇 這一波瑪雅拿到了一個巨大優勢 4巨頭直接收掉很賺 噓 賺爛了 瑪雅這邊還點下了英勇士的升級 但自己的 舉射手 還沒有升到精銳 OK 巨型頭司機 突然反差了對手 打打這邊的一個 城堡數量 沒想到 我以為這邊是黑塔會打贏 因為黑塔這邊經濟比較好 但 究竟這邊機械補上來了 136村了 那黑塔這邊轉出了戰毛病 跟這個三級射 工化學 那確實現在毛兵 對這個打法比較好 但如果對方出英勇士的話 毛兵可能效果就有點 不太OK了 好 這邊還升到精銳 雀削 攻擊力11加4 攻防全滿 血統也有 這波交戰看起來 正面的級兵雖然不夠多 羽射手在高地 血血直接上高地硬戳 毛兵這邊沒有先直接輸出 打羽射手 先把全部擊兵解決掉之後 才開始去打羽射手 OK 這一波交戰 黑拉又把回 翻回一層的感覺 羽射手雖然可能要再補一下 不然後方的一個遠程輸出 支援不到位 哇 這個 Jordan 48個 55個人在挖黃金什麼意思 黃金 挖一直挖一直爽耶 黃金跳很快 那難道這裡是要點黃金果了嗎 補均勻對不對 果然 那這裡可能是要出英勇士了 精銳英勇 補一下嗎 黃金果點了 果然 精銳英勇士也已經點好了 這邊再點下二級攻 三級攻點一點 黃金果老鷹 即將登場 右側撐左邊 右邊這邊沒有注意到 城堡直接拆掉 正面這個城堡還在撐 黑拉以為對方會 因為這個巨頭 派兵去拆巨頭 但是並沒有 反正是把兵全部派到右邊 翠翠在這邊住房 但是只有翠翠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打 因為對方有級兵喔 要是這個三級攻再好 這個級兵三會更猛 好 正面直接上來硬戳 大大這邊很難打 黃金果老鷹要用翠翠打 疾病的話用載矛打 目前打打最好的打法 就是出點火槍喔 去砰一下對手的一個步兵喔 誒 已經在出了 火槍補了過來 我給火槍補一下 火槍兵也要控喔 火槍兵沒控也會直接被戳死 稍微用翠翠 Cover一下自己的火槍兵撤退 正面上去直接硬打 但第一時間 後面的兵也補了上來 感覺這一波是打打了一個小小的勝利 但沒有贏太多 好 那這邊魚射手直接回家 射後不理 等一下拇指環 哇 原來沒有拇指環 難怪覺得魚射手射得很慢 想怎麼怪怪的 我認識的魚射手 才不是這種射速呢 OK魚射手點下了金銳 5加4 攻擊力全滿 防禦還沒有滿 再點了 那這邊黃金非常大了 兩千多黃金 那這邊終點下了自己的師護甲科技 那這邊可能是要轉肉馬 那這邊再繼續打黃金兵 翠翠的話可能會有點 太疲憊了 因為自己肉有點太多了 這時候轉青騎兵 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畢竟打打已有這個宣揚力 大肉馬可以用 好 這邊收村稍微殺一下 翠翠在後面燒傷乳獵 賺點黃金外塊 沒攻擊一下 翠翠就可以拿到一點黃金了 急兵上來過來撲一下 哇 翠翠直接瞬間倒地 好 再拖11村 好 正面突然大開戰 驅行頭司機 直接開拆城堡 風兵上來直接映射 戰狼直接硬點對方的羽射手 羽射手一直在倒地 但火槍兵在後面一直輸出 但羽射手直接專心射對方的一個火槍兵 那直接無視毛兵這個結果會是好的嗎 肉馬更多補了過來 火槍兵一直被點掉 這裡的羽射手實用越來越少 後面四巨頭可能要被拆 四巨頭如果被拆掉的話 可能就大難零頭了 因為直接會損失八百金 這個八百金 所以我覺得馬來亞斯不能送的 趕快撤退 趕快用更多兵補上來 防一下 這裡要撤了吧 火槍兵在後面輸出很爽 要撤了要撤了 這波不能再打 這裡要做的事情 趕快把羽射手的數量給蓄起來 然後集兵英勇士稍微補一下 就是他現在這個狀況 但羽射手一定要有一定的數量 才能造成大量傷害 這邊撥一下自己的戰毛兵 趕快去點這個銀罐 點下銀罐之後 戰毛有這個散射效果 散彈效果 那打肉馬或是對面的戰毛兵 或是火槍兵 效果都很棒 面臨終局的狀況 轉出戰毛兵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邊要趕快補下自己的射箭場 因為自己射箭場應該是沒有補太多 因為都在除這個羽射手 這邊在補射箭場了 OK 右邊這邊有些親戚兵 過來直接殺到這邊牧區的村民 OK 點下了胡爾切子毛兵 已經灌點下了 戰彈毛兵即將登場 OK啦這邊軍隊投資機也被弄爆了 正面依舊還是打不進去 火槍加上戰毛 跟肉馬的一個狀況 這邊在存資源準備要點大肉馬了 有七百金了 七百金就可以點了 結果沒有先點 凡是先點巨型投資機 沒有先把這個肉馬先升級起來 兩邊稍微休戰一下 國力開始有點匱乏了 瑪雅這邊村民術已經降至低於一百村了 哇這些肉馬做到非常多事情 雖然直接吃了城堡傷害 那這邊大肉馬也點下了 薛瑪莉清醒兵的升級 第二波進攻 四巨頭 架齊 正面這邊 戰毛兵直接開打 但是這邊毛兵已經有散射效果了 直接逼退對手的毛兵 那正面沒有毛兵的關係 火槍兵上去射會有點危險 因為這邊 雨射手很容易就可以追到火槍兵 而且對火槍兵造成傷害非常大 這邊毛兵直接回救 擊倒了非常多的雨射手 上面這邊有非常多的擊命 直接上來硬戳 村民戳開始降至 一百四十吋以下 好 那就等這邊村民慢慢補回來 黃金庫存還蠻多的 還有一千 但是達達這邊黃金已經間諜了 黃金零人挖金 瑪雅這邊是零人 但是還有一千庫存 但這邊瑪雅有個高地優勢 那 HERA這邊一直沒有打出自己的優勢出來 哇 二級木你現在才點 你怎麼想到了 OK 這一波七王力信息兵上來硬戳 砍了一波之後 遇到疾病只能撤退 更多火槍兵一直被打 我會退一下比較好 這個軍隊抽時機 感覺有點在白給 要撤了 感覺有點空不太過來了 HERA的兵開始有點淹不過去 散彈戰毛的傷害太高了 來看一下這傷害有多高 哇 直接閃射 射死一隻漏馬 誇張喔 這個散彈毛兵 很痛 連打漏馬的傷害都很高 OK 這邊還蠟村民來蓋一下 保護一下巨型投石機 但是沒有保住 好 大量急運上去硬戳 但是這一次他巨頭可能要全部被送掉了 我給他一台都不剩 肉馬第一線優先的事情是拆巨頭 巨頭拆掉 哇 直接賺八百斤 就算這邊本來一個大優勢 實在巨頭掉了 優勢突然又沒了 但是HERA感覺也不太好過 雖然自己有72片田 但是肉的產能更不上自己的 兵的損失的速度 散彈戰毛實在太強了 連肉馬都可以打得贏 嘩呼 這傷害真的很美 重點是 瑪雅的戰毛又很便宜 這個換下來真的很難受 急兵加戰毛 一直換一直走 OK 家裡的這個大肉馬 直接被家裡的急兵給解了 好 這邊直接優先點火槍 火槍直接瞬間原地倒地 火槍的數量越來越少 剩下六隻 但是正面已經被大肉馬騎了上來 正面的一個戰毛病直接被解光 大肉馬又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設備有更多的急兵補了上來 肉馬可能會直接原地倒地 哇 直接死了非常多的肉馬 那後面還是有高地戰毛打 急兵 傷很高 還有火槍 後面再補下兩台巨型頭司機 這一波反打 黑拉打得很不錯 本來差點 冰臨滅國的狀況 解掉了四巨頭之後 正面戰場又打贏 又繞了一匹肉馬 到了瑪雅後面 那後面這邊急兵勢必要往後補 前方的戰場就會空虛 那這邊 黑拉的一個雙線打法打得還不錯 正面又殺了非常大量的村民 就要等這邊 村民已經降至了 剩一百村 可能要剩九十九村了 急兵這時候再過來防守有點困難 OK 肉馬的主動性還是比較高一點 機動性很好 急兵只能守在家裡 但如果急兵守在家裡的話 正面戰場都打不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急兵守家裡的一個缺點 雖然能守住家裡 但是同時前方戰場都打不贏 OK 戰毛蓋 再繼續輸出 大肉馬上來貼了過來 完蛋 後面還有兩巨頭在拆城堡 才能開始跟不上 急兵加戰毛兵 沒想到 黑拉要用資源黏死對手了嗎 更多的馬俊不在前線 這邊直接六級兵 六了一下 再來會合 把肉馬的數量聚集起來 這邊只是在拖時間 讓這個戰毛有這個輸出空間 還有這個讓巨型頭實機 繼續拆 爭取時間是黑拉要做的事情 OK 這邊急兵變少之後 馬上直接上去平A一波 這波平A雖然肉馬也損失了非常多 但是已經平A掉非常多的一個戰毛數量 戰毛數量現在自己有優勢 後面再補下更多肉馬 巨型頭實機準備要拆到這座城堡 這座城堡能守住嗎 沒石頭了 Jordan 血量7000多的城堡 沒有黃金可以買石頭 只能眼睜睜看著城堡 殞落 129 倒了 城堡到了 大大這邊大落馬 繼續肆虐 遠防超高 大落馬 遠防7 進防還有4 逃爾 這邊有些鷹石頭 直接出來 鷹勇士出來擋 這波是最後的波紋了 瑪雅能不能擋下呢 感覺有點困難 黃金兵 黃金兵就是比較強 但是黃金兵數量也不夠 看起來又要被肉馬解掉這一波了 剩餘的英獸只剩4隻 全倒地 倒完地之後 毛兵又佔據了 主戰場的主導權 毛兵無雙 黑拉這邊打得不錯 這波鷹刺猴 截得還不錯 城堡掉了 從 提西加遠的位置 還能打得下來嗎 黑拉這邊繼續持續使用垃圾兵戰術 但是肉馬數量太多了 這幾村民術一直布滿200人 但黑拉這邊反而是一直200人口全滿 而且資源還有存很多 隨時都可以補肉馬跟戰毛出來 騎兵上去 搓了一波 把肉馬搓死 但是後面又補下了更多馬就 後面直接 瞬間產了20隻青騎兵 直接馬上 衝到戰場 好這邊只要薩威等個10秒鐘左右 我們有 遠遠不覺得一個 薩亞利青騎兵要補了過來 哇 這個就是我說的喔 純資源 然後補200人口 暴兵一波 這個戰術在 星海爭霸2的重組戰術是滿常出現的 那黑拉也是把這個 戰術喔 給我打出來 在世界地國裡面 這是一個大後期比較常用的戰術 一定要存資源 然後後期打個一波 的時候 快速跟對方換兵 然後再補兵過來 好當然記得軍營喔 這個馬就 跟射箭場數量夠多才可以這樣打 好那這邊 Jordan已經打出了GG 肉馬出了 277隻 騎兵出了397 那中體而言 黑拉這邊的一個經濟狀況喔 真的是非常好 那前期這些騷擾戰術也是打得不錯的 草原騎兵 前期 主霸戰場 還有這個 雀靴 那中後期喔 轉出自己的 大肉馬 還有這個 毛兵跟火槍喔 確實也克制到了對方的一個黃金國老鷹喔 黃金國老鷹直接被火槍射爆 那之後黃金也是損失非常大量 好看到經濟 經濟這邊是完全是打打的勝利 雖然瑪雅這邊有三遺跡的優勢喔 但後期還是不敵喔 這個大肉馬加上自己的經濟交換喔 然後 打打這邊一直用肉馬 去跟對方換後放的經濟喔 我覺得這邊換得很不錯 就中期這邊一直用肉馬 去打後面TC的村民喔 這些肉的地方一直被打 那他 Jordan喔 勢必一定要把自己的大級兵喔 往回拉 往回拉的時候呢 自己的肉馬 在後面倒地喔 馬上在前面又補了回來 然後正面戰場又打得贏了 就可以去往前推喔 那 黑娜一直在重複這一點喔 東升級西 然後一直讓這個步兵的一個缺點喔 展現出來 所以有時候很多人都說 欸為什麼他不轉級兵喔 就是這個道理 就是如果他正轉級兵的話 可能也捨不太下來 那正面戰場的話 可能要一直前線後面防守 所以造成一個前線 兵力一直沒有辦法補齊喔 所以前面常常在推進的時候 會常潰敗的一個問題 那 Jordan這邊的話 確實也沒有什麼其他辦法 畢竟自己機動部隊 就只有這個老鷹喔 那老鷹又會被火箱給克制住 所以 Hena這邊有點利用自己的 騎兵機動優勢喔 去一直互換單位喔 造成一個不錯的一個結果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來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